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常見的解 第一個一樣 生活經驗 有人是喝的是胃乳 然後呢消除所謂的胃酸過多 通了去清理一家那個堵塞的水管 堵塞的水管 主要是指的是插窗戶的 插窗戶之類的 先加一個清潔器 這個我們在理化課做實驗做過 指揮水檢驗二氧化碳 這件事情未來會比較它 這件事未來會比較它 做了一些事情改善土質 我們未來會比較它 這些東西都跟一件事有關 叫做 他們全部都跟一件事有關 這件事有關 OK 就是這些傳統的檢 剛剛講過的通熱 就是水管輸入器 然後擦玻璃的 這些東西都是檢 那下面會不會交到 胃藥、胃乳這些東西 都跟檢有關係 第一件事情跟前面的酸一樣 叫做通性 通性的第一個重點 通性 第一個通性 所有的酸都會解離出清離子 所有的檢都會解離出清氧根 這是重點 未來還要繼續用到它 要記好 所有的酸都會解離出清離子 所有的檢都會解離出清氧根 這個是重點 這是重點 OK 未來還要用到它 所有的檢都會有清氧根 然後 酸藏起來有色味 摸起來有環逆感 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之類 常常會有人問 記這個事情很簡單 就跟肥皂一樣 未來會告訴你 肥皂容易水有鹼性 所以有這個性質 肥皂沾水之後 摸起來有環逆感 如果你喝過肥皂水 就知道藏起來有色味 然後肥皂可以清潔 所以可以溶解脂肪跟油類 所以你就記得肥皂 就記住了 就是接位這些狀況 然後 我的考卷上 可能有填充提 所以 字要會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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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會醒 不要做注意 OK 好 有了鹼有腐蝕性 看一下就好 然後呢 加水會放熱 你也不用背 我跟你講過了 國中大部分都怎樣 放熱 把吸熱背起來 沒背過就是放熱 但重點是這個 指示劑變色 重點 跟前面也講過了 酸油指示劑變色 鹼油指示劑變色 一樣 第一個站起來的人 挑一個 以後就越來越沒得挑 以後就越來越沒得挑 第一個站起來挑一個 來這位叫做二十七號 二十七 二十七號 挑一個吧 挑一個 池蕊什麼顏色 藍色 藍色 紅色 藍色 請坐下 下一個 下一個 挑一個 可愛小女生 剩下三個 挑一個 可愛小女生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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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一個 你要挑誰 你說什麼 廣用什麼顏色 藍紫色 藍到紫色 請坐下 廣用指示劑 紅橙黃綠藍 越偏紅越酸 越偏 越偏 越藍越直 然後一個 綠色是中性 要記住 綠色中性 要記住 OK 還剩下兩個 芬泰跟芬紅 來 大帥哥挑一個吧 看你要挑芬泰是要挑芬紅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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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挑芬泰是芬紅 芬泰什麼顏色 紅色 請坐下 芬泰是紅色 最後一個沒得挑的 芬紅沒得挑 最後一個沒得挑的芬紅 芬紅 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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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直律器變色備好 全力告訴過你這個東西未來還要再出現一次 這個直律器變色未來還要再出現一次備好 我說過了 最愛考的是石蕾跟芬泰 有考過廣用 基本上沒有考過芬紅 可是你還是跟我備好 你們生物聽說現在也只學了石蕾對不對 沒有在學什麼秀蕾香草來冰冰之類的 好隨便了 沒關係 反正就是 請把直律器變色備好 就是我們的減的通信 重點清氧根 重點可以溶解脂肪根油類 重點直律器變色 請你把它記好 OK